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说罗马帝国灭亡了 是说西罗马帝国灭亡了 东罗马仍然活着 叫拜占庭 一直活到1453年 第二 热尔曼人到底是什么人 所谓热尔曼人是一个总称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热尔曼部落 比较出名的攻占过罗马城的有东哥特人 西哥特人 汪达尔人 伦巴底人 他们各自为战 还互相经常打起来 也就是说 热尔曼人没有一个陈吉思汗那样的打球长 统一所有的部落 统一行动和罗马对抗 由于这些个部落互不同属 又没有文字 加上兵荒马乱 对他们的记载就是乱糟糟的 这些记载也不是他们自己写的 而是西部的基督教教士和东部的帝国史学家们写的 面对这么多热尔曼部落 东罗马帝国想收复西部吗 当然想 有能力吗 这没有 所以啊 我在这一讲给你的论断是 正是因为东罗马帝国无能 西方才被放跑了 走上了自己独特的道路 这个故事里的核心人物是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 说起查士丁尼啊 学法学的人肯定是顶礼膜拜 因为西方文明如果只能列举一部最重要的法律书的话 就是查士丁尼下令编撰的国法大权 他是罗马法的精华 查士丁尼啊 派了一堆罗马法学家把积累了数百年的罗马法 重新整理成一个庞大的体系 有价值观 有逻辑 有条理 除了英国啊 或者说除了英格兰 后来的西方国家都在拼命的学习国法大权 从中世纪一直学到十八十九世纪 罗马法享有崇高的权威 是各国法律的母体 这正是以国法大权的记载作为载体的 查士丁尼干出这种天球伟业 你就知道这个皇帝不简单 他有雄心报复 这时啊 编撰国法大权 是查士丁尼宣誓他雄心壮志的大功臣 也是他强化政治权力的大动作 他另外还有一个大功臣 就是收复西部 查士丁尼在公元五百二十七年登上地位以后 立即着手编撰国法大权 当然他还要巩固一下权力 五年之后他就派大将军贝利萨西征 这里插一句 查士丁尼之前的东罗马皇帝都干嘛去了 为什么不收复西部 从西罗马灭亡 一直到查士丁尼西征的五十年之间 东罗马皇帝们主要忙着对付两件事情 一件当然是怪患 灭了西罗马帝国的日尔曼人 不会停着 不会说东边就不打 东边的皇帝们也花了不少精力 才稳住自己的地盘 那另外一件呢 就是内忧 别的不说 皇帝是否坐得稳 得先解决 要不然就没有办法腾出手去收复西部 终于到了查士丁尼手上 东罗马帝国的元气恢复了不少 他就发动了西征 一开始啊 大将军贝利萨不负查士丁尼所托 打败了北非的汪大人 打败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 到了公元五百六十三年 地中海又成了帝国的内湖了 就在贝利萨对付日尔曼人有所斩获的时候呢 波斯人来了 这个时候 帝国东线告急 查士丁尼只能从西线撤军 全力对付波斯人 要知道 波斯人的战舰 已经开到军事坦丁堡门口了 就这样 查士丁尼花了三十年时间收复故土 一夜之间又还给了日尔曼人 而且从此之后 查士丁尼西征啊 被当作东罗马帝国的教训 而不是光荣的使命了 东罗马帝国本身就处于西边的日尔曼人 和东边的亚洲强国之间 地理位置决定了 他就是两线作战 而且呢 东线更加危险 因为比起西线乱糟糟的日尔曼人 波斯可是强大的帝国 拜占庭帝国呢 明确地把军事部署的重点 放在东线是更加明智的 西部失去了 就让他去吧 不能再因为不切实际的光荣和梦想 把自己现有的地盘也搭进去 从军事战略的意义上来看呢 是波斯人拖住了拜占庭 西方的日尔曼人啊 才有足够的空间走上自己的路 这里可以稍微说两句 如果没有波斯 拜占庭是不是就能够完全控制西部呢 反正至少不会让日尔曼人走得那么潇洒吧 可是 以日尔曼人为主体的西方文明第三期 很可能就出不来了 这个第三期 才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直接母体 但是这只是假设 真实的历史 就像刚才说的 波斯在查士迪尼背后捅了一刀 收复西部的机会就失去了 失去了 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为什么再也找不回来了 拜占庭后来要对付的敌人啊 比波斯还厉害 匈奴王阿提拉 穆罕默德的子孙们建立的阿拉伯帝国 一个一个接着来 尤其是阿拉伯帝国 一直从西亚推进到北非 甚至进入了西班牙 中世纪的西方啊 差一点就被他灭了 和这么强悍武力的邻邦在一起 拜占庭居然在强敌包围之下 苦苦的支撑了一千年 也算是奇迹了 这儿呢 再多说几句拜占庭 从共享希腊 罗马基督教 这三大传统的角度来看 他是西方文明的亲兄弟 甚至是亲大哥 拜占庭啊 一直延续了罗马皇帝 戴克里仙 君士坦丁建立起来的 这种专制制度 皇权如何威武啊 我就不说了 但是其中有一点 是我们中国没有的 但十分重要 就是皇帝的宗教地位 这里稍微讲一讲 基督教在罗马的命运 基督教诞生以后啊 先后遭受了几百年的打压 然后在君士坦丁的时候呢 被合法化了 之后没多久 迪奥多西皇帝宣布 基督教是罗马帝国的国教 那是公元392年的事情 君士坦丁呢 对于基督教 根本不是虔诚的信仰 就是政治利用 后来的皇帝们 也很懂这个道理 头其所好的神爵家们啊 帮皇帝们完成了 基督教框架内的军权神授 也就是说 皇帝是上帝的帮手和好朋友 这样的话 教会当然就要听皇帝的 但是教会怎么就俯首听命了呢 教会和国家的斗争 就由此展开 这个过程很复杂 也很精彩 这里呢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背景 在中世纪下一个单元的时候呢 我重点跟你讲 教权和政权之间的斗争 虽然教会啊 不愿意听皇帝的 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啊 只要帝国在 教会就真不是他对手 在东边的拜占庭 就是这样 基督教在拜占庭 叫做东正教 皇帝在其中的地位 高于大牧手 这套皇权控制宗教的体系啊 是从罗马帝国继承下来的 因为西罗马帝国灭亡了 这套体制 没有在西方持续下去 这套体系呢 在拜占庭 却完整的得以保存 差不多持续了一千年 一直到1453年 拜占庭灭亡 这个时候呢 俄罗斯又接过了 拜占庭的大旗 保存了这套皇权控制教权的体系 据俄罗斯说呀 拜占庭灭亡以后 他们的大公伊凡三世 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的外甥女儿 因此呢 拜占庭的法统 也就转移到了俄罗斯 拜占庭的双头鹰国徽 还有东正教的核心 全都被俄罗斯接收 政治控制宗教的这个格局啊 进一步被强化 俄罗斯啊 把自己叫做第三罗马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才是 凯撒 军事坦丁 拜占庭这一路的正统继承人 他们的君主叫沙皇 所谓沙皇 字意就是凯撒 所以啊 要是追溯历史渊源 俄罗斯和西方也算占星戴古 不过你肯定不会认为 俄罗斯是西方的一份子 俄罗斯自己啊 也不这么想 俄罗斯和西方不是一回事 我们就要回去看清楚 西方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看西方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 到底是怎么发展的 查士丁尼收复不了西部 不是他不行 而是他做不到 后来的拜占庭皇帝 更做不到 那西部会按照什么样的逻辑走下去呢 查士丁尼西侦失败以后 西方发展的路径 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几个确定的方向 第一个 西方的主体民族变成了日耳曼人 基利坝再次一手 第二个 日耳曼人认同罗马的法统 但是他们的政治意识和统治能力比较弱 揭不住原来这个盘子 从短期来看 建立一个日耳曼帝国是没指望的 也就是说 政治秩序的重建 因为日耳曼人的政治成熟程度太低 会变得非常的漫长 第三个 西部处于严重的战乱和动荡之中 查士丁尼撤了 日耳曼人部落互相征战 武力四散 看不出统一的迹象 社会经济文化被摧残 是毫无疑问的 在那个时候根本看不到未来 最后 基督教还活着 因为帝国覆灭了 他反而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独立和自由 他的成长进入了快车道 不过呀 基督教为什么能够主导中世纪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明朗 但是毫无疑问 基督教是那个时代 仅存的代表文明的力量 总的来说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的西方 可以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 好 到这里呢 罗马这个单元就结束了 查士丁尼因为被波斯牵制 丧失了收复西方最后的机会 这个机会一旦失去了 就永远的失去了 西方就独自走进了黑暗时代 如果说 还有一根蜡烛 告诉当时的西方人什么是光明 那就是基督教和他的教会 下一个单元我就跟你说说中世纪的西方 你大概知道 中世纪是由基督教主导的 那我就从耶稣给你讲起 期待你的到位 咱们下一讲再见